全力以赴守护全民的健康平安 记者卢素梅台北报道 今天是元宵节 但是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大 总统蔡英文虽然祝贺大家宵节快乐 也不忘暖心喊话 面对武汉肺炎的威胁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持续守护全民的健康安全 蔡英文在官方LINE账号发文表示 今天是元宵节 依习俗人们今天除了药材灯迷 吃汤圆 看花灯外 也是和家人团聚的日子 她并表示 只要我们团结一心 就能一起度过更多的挑战 面对武汉肺炎的威胁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持续守护全民的健康安全 她最后还说 元宵节 愿国人健康 台湾平安 总统府秘书长 陈菊则在脸书发文表示 今天是农历正月15元宵佳节 但还有许多防疫人员 坚守岗位 无法休息放假 与家人团聚 感谢每一位同仁的辛苦付出 让大家有一个平安健康的佳节 陈菊并表示 此外 不少国外回来及其他因素的 国人朋友 正在进行隔离或自主健康管理 虽然造成生活上的不便 但为求控制疫情 也请多做见谅 谢谢每一位配合防疫措施的朋友 保护自己 也保护全体台湾人民的健康 陈菊最后提醒大家 元宵佳节虽然适合出门走走看花灯 但身体不适的朋友 请尽量避免外出 也请大家把口罩留给有需要的人 还有卫生纸 卫生棉或尿布也正常供应无余 请大家避免浪费 抢购 囤积 希望大家佳节愉快 台湾平安 我们下期再见